全局即将开打 各路人马摩拳擦掌布局备战 国家诚信党日前建议西蒙和沙巴明星党 使用同一个标志上阵 不过人民公正党今天宣布将使用蓝眼标志出战 至于沙巴州选的议席分配 目前还在商讨当中 另外针对西蒙有六名国会议员 将跳槽到国民联盟一事 共产党主席纳都斯利安华作出否认 他说这是敌对阵营分化西蒙的政治伎俩 另一方面600名来自土团党 波德森直落干旺区部的前党员 基于对领导层失去信任 而在今天提成表格正式加入公正党 沙巴州议席解散之后 曾经抢先喊话要攻打45个州议席的土团党 沙巴州主席纳都斯利哈兹兹放软姿态 以重夺沙巴政权为主要目标 准备和游党协商一起分配 哈兹兹今天在斗亚兰出席一项招收新党员的活动后 促请党领袖以政治智慧协商议席分配 他说沙巴土团临选候选人的首要条件是可以胜选 其他的考量要素包括候选人的背景 教育程度以及与党同在的精神 他预料到了今年底沙巴土团的党员人数将增加到20万人 十分之后 大迷之后 今天到了 感谢观看